火山爆發 夾出了 比蟹黃還要軟嫩 很鮮甜 這個奇怪的生物呢 就是我們的 騰湖火山爆發 海中威爾岡 這要吃它哪裡呢? 吃它裡面一個一個洞的地方 它烤熟了之後它就會 噴噴然後 它是活的 我等一下把它泡在水餅 它就會這樣 非常的酷 賣了很多 一斤就四百 我這邊掃掃的 就花了我一千八 人家說它吃起來會有點像 蟹黃的味道 它真的是從東北角那邊來的 它平常是生長在那個 潮間帶 或者是會附著在船的旁邊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 它的船長滿了這個 會阻礙它開太慢 就會把它用掉 它吃那個懸浮布長大 好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烤我們的 我們來看看火山爆發是什麼樣的 聽說它烤會怎麼樣 會噴發 而且會噴出汁 然後就代表可以吃的 我們先來烤這個 活動力挺強的 大的 我們現在等待火山爆發 它還在噴耶 噴汁 還在射耶 還在射耶 還在小朋友尿尿 很像小朋友尿尿 很像小朋友我兒子在尿尿 又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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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尿越多耶 這幾顆爆出來的 感覺是可以吃的 就是吃它的肉的部分 它有一個硬硬的地方 還有裡面它的那個一個 胃囊不能吃 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吃 嚇死人 彈開來 火山爆發耶 真的火山爆發很可怕耶 好… 有噴出來嗎 有啊 很乾耶 好的 看到我已經裝備非常的完全 現在來試吃我們的藤壺 我就先從最大顆的這一個 開始 從旁邊給它剪開 啊 喔有有有 整個開了 這一條 就是它的酥軟管 哎呦 筋子掉了 酥軟管的味道 好 酥筋管 然後咧 就把它的肉整個夾出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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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真的是像蛋一樣耶 可是它這麼的 咐咐咐咐 是可以吃了嗎 我聞一下 真的有蟹膏的味道 嗯 比蟹黃還要軟嫩 然後它是濕潤的 然後很鮮甜 非常的甜美 我再吃一口 不會有剛剛的味道嗎 沒有 有美味的味道 好吃耶 等下說這個黑黑的地方 就是它的味帶 這個味帶不能吃 所以我要吃這個白白 還有這個蛋的地方 嗯 好吃 而且它還有這個像一絲一絲的肉 吃起來像蟹肉 好吃 非常特別 我再吃一個小的看看 它的那個殼是非常鋒利的 所以要非常小心 在冒煙有沒有 喔喔喔喔喔 掉的這一塊 不能浪費 就是它的蛋 好吃 真的好吃 鮮甜 然後軟軟的 蟹黃跟蟹膏的中間 而且完全不吸 我覺得這可以買 好的 我又再去拿了一個松露藤壺 加上我們的松露的味道 會是如何呢 放上去 喔 整個就高級 這次在餐廳可能要賣680 差不多 我現在來試吃 嗯 我彷彿來到了法式餐廳 太美味了 那個味道 松露那個臭臭香香的味道 搭上這鮮甜味 太厲害了 我給這個藤壺百分 好吃 讚 來我來播一個 給場邊的人吃看看 整個出來 喔喔 來 姐夫來 反過來 怎麼味道 三倍濃縮 威爾剛的味道 嗯 哈哈哈哈 昨晚才剛吃威爾剛而已 對 你怎麼知道威爾剛是什麼味道 昨晚有試吃過 哈哈哈哈 好吃嗎 重點 好吃 是好吃的 比昨天的那個紅筋還要好吃 欸真的 因為紅筋的蛋很硬 然後 那個 沒有那麼鮮甜 它這是鮮甜 又是軟嫩 濃郁的蛋 我給我們的 攝影師吃看看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好像比蟹黃好吃 比蟹黃好吃 這是真的 好的 我們親愛的特地壽星來訪試吃我的藤壺 噢 什麼味 讚喔 什麼味道 吃起來像什麼 威爾剛的味道 沒有 像那個蟹膏 蟹膏 對嗎 好的 我們已經從白天烤到天黑了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這一些烤給我們的親朋好友吃一吃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新放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